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项目均可经过道路到达非常方便 经成本可以降到最低 成本来是非常 我们现在宏观经济对金属市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忍者见人 自责见智 客人认为目前是一个非常好的天使 可以投资与贵金属 那么看一下魁北克省的项目 这是我们的Haback的项目 在这个Cupelet Breaker位置 那么附近的是 他在Brunter的项目 我还会讲这么这样一个项目 它的一个规模 这是一个215公里的项目 另外还讲很大的这个项目 然后呢 我们再讲 东西项目的项目 Alayer West 是这里的这个项目 它是表面的铜银矿 就是在几个矿区 那么我们就在Brunter 在两个位置 我们这里呢 就是加拿大的一个117的高速公路 也在这样一个走向 Cupelet Breaker呢 是加拿大的一个金矿区 那是到Hardor的一个封面 所以呢 我们是 是有1.8公里长的一个Brunter的方区 Brunter的方区呢 它是在Canadian Malatic 放旁边 所以有400米 它现在呢 是超过了一个4公里 它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矿 我们的邻居呢 是 他们叫从Odyssey 另外一个地方呢 进行一个地下的探探 他们的这个地下层呢 非常深 而我们这边呢 是露天矿 他们的这个产能呢 不能被浪费 所以呢 是可以利用他们的剩余产能 在这里呢 这里呢 是另外一个矿段 也是一个露天矿区 可以很容易的 从 共享的阶段来说 可以在这些工厂之间 方便的进行运输 来利用他们现有的技术设施 那么在2020年 它是一个紫色的 是1.44克尔专 那么 大约是有30万盎司黄金的资源 那么它是露天矿啊 我们现在的钻探呢 我们的矿场 在进钻探 我们呢就是把一些这个钻孔的进行配对 在80代90年代 当时钻的钻孔呢 没有在我们的资源表上 那里的一些高品位的 是67.50 56.57 是 这里呢 是5.9% 是有12.5的长度 但是过去的这些钻孔呢 以前的钻孔呢 没有包含在我们之前的报表上 那么我们是会把他们和现在的钻孔 进行配对 那么在 从2月份到3月份 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我们的资源 资源模型的 一次模型的进行 重新配对 给到地质学家 来更新我们的资源 那么在 到 6月份呢 发布这样一个新的资源报告 Payback呢 它是 Payback的这个区域 就是蓝色的这个区域 这是一个黄金带区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黄金层级区 我们还有在北面的这个一个金矿区 所以呢 这里 有很多黄金 这里 每一个钻孔呢 有40个钻孔 发现金矿 我们在圣诞节期间 钻了27个孔 钻孔 可以看到 红色的 是我们圣诞节钻的孔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里 一百 一百次这样的一些钻孔 地质学家对这些钻孔都 很激动 那我们正迫不及家地想看这些 红色的钻孔 给到我们的一个钻探结果 这里是蓝色是一个露天矿 那 105呢 将会是最深的一个钻孔 红色的现在的钻孔 我们呢是在之前的绿色的钻孔 先进钻孔 我们看到呢 这个钻孔的一个结果呢 是展现出很不错的一些数据 我们在这里钻孔的数量是非常多的 还要打更多的钻孔 接下呢 在这个组合区做一些配对 我们还要在西北部进行更多的一些钻孔 Cadulac的Break呢 给到我们很好的一个黄金资源量 所以呢 这个项目呢 现在是与实际群的 我们会继续更新我们的资源情况 Hoback是一个路 天矿 Hoback呢 它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我们的一个极建资产 那么现在Rainforce很激动的情况是 在我们的Cerumont这个项目 在Cerumont这里呢 我们有50公里的 这是一个橙色的曲线 这里呢 这样的一个地址在50公里 蓝色的点呢 它是历史的采矿点 我们把这些分散的采矿点呢 整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区域化的系统化的大矿区 在这里的西部的矿化区 东部的矿化区 这里呢 东部呢 也是现在是打个问号的 我们在这里打了一些转控 那么它在 它只有200米深 我们做了一些采样 那么在冬季之前呢 做完 我们转了200米 那么SOMO呢 我是觉得很激动的 所以呢 给大家展现这里的一个矿区情况 在这里转200米 我们发现 这样的一些钻孔的情况啊 我们看到的是 这里是 颜辛展现出的这个流化 这是一个 相应的发现 这是一个惊喜啊 那么包括其他一些公司 嗯 是觉得很惊奇啊 你们确定吗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我们就通过这样的言行 就发现了这样的惊喜 这是Rainforce呢 我们现在公司呢 都很激动 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发现 这个资产呢 目前正在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新的发现 我们的主持人在芬兰 这里是 有这样的一个 同心矿化结构 同时一个涅系统 同时呢 两个不同的系统 在这么近距离出现 世界上又类似的先例 所以呢 我们的PAPAC做完钻孔之后呢 我们将会动点放在 SOMOMO这个区域 因为有这样的令人惊喜的发现 PAPAC的所有的资源 都动点投入到SOMOMO的这个 钻坛区来 我们觉得非常激动 我们 嗯 SOMOMO呢 我们正在临行积极的推进 我们呢 聚焦于这里 我们希望呢 把相应的分析 的数据都是呈现出来的 它是 非常独特的 非常有趣的一个发现 像SOMOMO做好之后呢 我们将进入到我们的安大略 的矿区 那么它是 PAPAC的 SILVER8公里的区域 在这里的这个区域 那么 这里的一个金矿区 还有另外一个金矿 卖的这个位置 我们有680万金的现金和证券 那么我们在这个区域的进行赚空 那么 我们 在这个历史的放弃进行 进一步的赚 看 这里有真金白银啊 那么 从这个 金的进一步呢 在 这个区域进行赚 看 股东呢 是在未来不会被 吸食他们的股权 所以呢 未来肯吸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可持续的开台机会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盈况 我们在这里刚刚开始一些工作 可以来更多的信息记录 PAPAC 会进行资源的一个更新 那在SOMO发现 你们激动 嗯 那马拉德的West呢 是另外一个很好的矿区 我们6月份呢 有很多新的发现将会去 如果你现在不是股东 想成为我们的股东的话 那么需要在CSS和IFA 这样的一个交易所呢 进行交易 购买我们的股份 我非常感谢 跟我们分享 这些 很好的发现故事 提供 那么 你可能 已经是 说了一些 2021年你主要的聚焦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那么PAPAC的资源进行一个新的展示 这个区域我们的金矿呢 我们很有信心 那么这个资源进行展示之后呢 我们评估它的价值 我们有相应的资金 那么我们 接下来呢 就会重点去开发SOMO这个区域 那么你的这个退出机制是什么 的 最初 那么就是 PAPAC的 那么我们现在有新的发现 除了PAPAC有新的发现 其他人 没能发现这个地区 并且呢 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棕地啊 像之前的一个演讲内华达那样 人们认为内华达在90年代 已经是挖光了 但是呢 在这个棕地却会有新的发现 那这个 地区的资产呢 可以进一步的开发 啊 啊 这么可以有新的VMS的发现 很多人对这个 涅合VMS呢 很感兴趣 这个呢 是新的一个 构限 所以呢 我个人的退出策略就是 那么就是我的策略呢 很好的持有呢 有等到新的发现 那么你是 这 CNC 是 CNC CNC呢 是的 对的 我们是在美国呢 有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机会 但是 我没有兴趣到TMX 因为TMX呢 交易成本太高了 而且呢就是这个 过程的太长了 对股东也不会有更多的价值 目前呢 我们现有的交易所呢 已经能够满足我们股东的要求了 那我们不会 再有其他的改变 这弗兰克林博士的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 弗兰克林博士 他会带来公司什么样价值 他是世界知名的专家 他是 自加拿大知名的地质学家 在 旷野界享有盛名 和其他的地质学家正在积极的合作 弗兰克林博士呢 对我们的 的项目 特别是SOMO项目呢 提供一个很好的管理 对VMS的项目 他会提供最好的方法 他这位博士呢 对我们整个团队呢 会提到很强大的一个管理和支持 他会对我们的这个新的发现 带来很大的价值 他的 严 对我们 最关重要 MANA的 会有问题 当地的原住民的一个关系 对你们来说也多重要啊 现在呢 雷北克政府达成 达成共识 现在我们在开始 启动对原住民的雇佣计划 设备到位以后呢 原住民可以在项目上为我们工作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我们为原住民 的一个关系 原住民关系相当不错了 好了 这个问题 差不多就到这里 感谢您 您可以给到我们 你们公司的一个项目的进展情况 非常高兴 可以到我们的 Refours 去看我们的网站上去看我们更多的情况 包括在影音和推特上 我把这联系再次感谢 好谢谢 7. 정도辉 Clinic Ne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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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